現在看起來是沒問題 OK 我們來開始吧 打一場定義場看看 我跟薩滿好了 薩滿應該有變強吧 其實好像應該選圖騰 圖騰應該也有變強 暴風塵 血煩 沒有新東西 活力圖騰 應該也大件事比較好 刀案師可以跟質量圖騰搭 新牌 各發一張牌 對手下消耗較高或加一加一 還好感覺 你也選機械召喚師 五十八機率攻擊錯誤敵人 五十八機率攻擊錯誤敵人 狼人 旗艦教練 下回使用英雄能力 喔喔好猛喔 等一下可是 消耗減少了兩點 你就是免費嗎 好猛喔 選選看好了 好水手 天啊感覺有點糟糕 聚魔 選選看 圖騰召喚師 寫三二號 好 我需要一把武器的感覺 衝鋒 這個是好牌 治療其實不用 因為我有土騰啊 我有治療土騰 反正我覺得需要武器或是抽牌啊 抽牌好了 打點是 充能戰罪 我覺得科多獸超猛的 全部手下造成四到五點三 再超出來五 靠搖喔 選個科多獸看看 雙狼來 應該也是超猛 等會獲得蜂怒 感覺沒有很賺 OK 先總之抽兩張牌超出來二 感覺挺難用的啊 我是應該跟大家一起開卡包才對 現在選到新卡嗎 選得到囉 這個已經是新卡了 極劍教練什麼的 這狀況其實不錯 我選個一費手下 選個畢竟區好了 九高費手下有點不足 選個一費手下 沉默與惡魔 難用到炸裂 沉默與惡魔三小 超載一 好 選個超碰好了 最後一張 都會站出來 好 嗯 我應該跟上大家的抽卡槽 等一下我們 有 十二個觀眾的話 我們就來抽 開開卡包 呵呵 這副還蠻差的 幾乎沒有什麼 我沒有選到任何 應該沒有什麼突發法術 為什麼他要PO王子給我 幫你看 好 GOGOGO 喔喔 COMBO 去PET發過文化 一種 剛才就生殭屍起手 對面是木星 有點新手新手的感覺 他這應該撞進我這隻比較好 拔枕要治療了嗎? 沒有 這也蠻怪的 玩玩看這個 星圖人 神 破勝 等一下 剛剛那張是什麼鬼 沒看清楚 新牌 這個超猛的啊 可兜兽起司 基本上我覺得在競技場 因為這個根本opop啊 我靠神神神神神 先下牢追手 可是要提拔也是蠻久的 假設下一輪我有場優的話 這張就超猛 No missing掉了 哇 受不了要爆炸 呵呵呵呵 這個家我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才解得掉 簡靠客頭獸戰 集市的 天啊 這個東西解不掉啊 他就一直治療 我就會爆炸 自然爆炸 你不能拿走我的蠟燭 站出來 我想一下 喔等一下這有combo嗎 所以一定是這樣沒有錯 嘲諷 嘲諷嘲諷嘲諷 打差的地方就對了 撞進來治療是4滴 大家都在開卡包 剛有1600層想喝 艾卓克 還是佛丁 佛丁耶 佛丁現在其實有一些聖騎可以用 這樣就解掉好了 雖然有點不甘心 不過也沒有辦法 不過這樣 可能我至少下一輪是 有很多手下然後就會變成一個大怪 老天啊 直接這樣子耶 我好像是長青耶 爆炸 薩蠻競技場還是挺弱的啊 天啊 我應該至少把他培育成一個66 比較好一點 我這邊牌超好的耶 我這邊牌超好的耶 無法攻擊 機翼粉會有更近的東西 這張其實 大家都說沒有很強 嗯 活下去 阿倫巴克 我靠 不要活路啊大大 怎麼玩啊 好像該認輸了 沒有任何想要說 投降啦 銀白開爆 所以是什麼 喔銀白開爆的活動 好像 PC版上感覺是 呈現暴動的狀態 實況樂透活動 三天喔 哇現在已經超多人了 超多思考 重頭將捐出 好吧 那就算了 那就 居然土層是讓我有點失望 等一下怎麼又是牧師 為什麼看不到上一個人是誰 我有兩把武器 帶回憶的勝算就只有用武器獲勝了 啊 這一副任何時候失去場遊就會GG 像剛剛那樣 出鬼 出鬼 加油啊 平手 飛刀手 有個 機車耶 都是T1卡 表示憤怒 只能賭啦 嘲諷 讚讚 賭人實在還滿粗的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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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蠻平衡的啦 因為英雄能力的圖騰就只費而已 而且不佔任何一張卡 重點是要翻到 好東西 有點困難感覺 衝衝衝衝要幹嘛 衝衝要結這一隻 好難玩喔 丁豪 丁豪是 死死還是二十二十 可是不可以打英雄 死死吧 費用王也是死費 這種爆炸的FU 他牌的品質都好高喔 天啊 看起來是這副要03出場啊 這副要03出場 這兩隻我都解不掉 我沒有任何理由解掉這兩隻 哇靠你在說笑 你在說笑這什麼鬼東西 被虐番啦 哇靠 這根本解不掉啊 三小為什麼會有combo啊 而且我只能放在他身上 哇 我大概了解現在競技場的狀況了 呵呵呵 所以上原其實變弱了 在競技場裡面 月圓仙的好牌更難拿到 投降了 神光會霍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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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光會霍… 神光會霍有王 神光會霍有王 其實他有 元素爆破 3費然後5超載 忘了我的中立牌 忘了我的中立牌發愁啊 完工了 我上台先鋪一下BD 鹿來鹿爛啦 新白 他一定活不到下一輪 火焰雜耍石 這次的手藥體質好一點 這樣其實還蠻ok的 他這變形樹用了 所以很浪費 我靠 對面選牌也是 有一點問題 前行聖盾 反正他是 就是挑那個星盤水 就是預期要遇到這種人 呵呵呵 一烈焰 一烈焰還有兩輪 很難看 他還是很難以為 很難以為 可以 死亡圖端萬歲 烈焰 死亡圖端萬歲 到底是丟什麼奇怪的東西 天弓隊長克拉格 死亡圖端你要死 伊丘 想當年治療圖得好為治療自己的英雄 他手牌比我多很多 我靠 當真 這無盾女鬼都解掉啊 這隻抽的手下比較好一點 而且對面感覺怕也含很多 哇 火焰長貓 什麼 其實又英雄回復兩點生命 挺爛的 贏了 我還是想留一隻 雙星星 滿場了 無動箭 感謝 還會擠一個EE吧 可以 咳 搞不好還是應該先解這一隻 可是這樣就會被英雄林賺掉 來了來了,終於來了 這還是流的兩者,不好意思吧 對啦 可愛 接觀眾 加油 我觀眾很少 11獲得了,這張還蠻強的 七費的六湯,七費的六湯感覺好像還好 這樣好渣喔 還是解一下好了 因為我現在一定會翻出治療 幾劍角 下次就 我是一個二二再加上一個 再加上一個英雄 感覺很難湊 感覺很難湊 你說人數嗎?還是什麼 幾劍教練感覺也是張扎牌啊 哇天啊,我覺得現在競技場薩滿是弱到翻掉 呵呵呵呵 因為更多卡就代表以前的好卡更難拿到 然後新卡又要搭combo 然後也大部分不是法術 不然就是一些很奇怪的法術 剛剛看到一個三費全場四到五點然後超載物 怎樣 下回合啥事都不做 快了末日錘 OK 搞不好我們應該劉鋼那一隻 喔,combo 劉鋼那一隻的好處是我們 至少有一個好的五費手下可以騎 我期待 對面ID怎麼回事 冰塊是冰的 清流才繼續打競技場嗎 打完不知道是拿什麼包 剛剛抽到20而已 沒有我覺得最新我的還是 新的競技場 因為 我覺得新牌對競技場影響應該超大 就那些激勵的牌 因為競技場裡面常常會要一直發英雄能力 對面打快攻 跟著他節奏走 跟著他節奏走 理論上他這裡要 要嘛繳英雄能力 要嘛就是 繳憤怒 現在憤怒也是額外難選 額外難選 來,來個機械 機箭教練 所以來一張機械我就發財了 哼 他真的會不會 哼 哼 扛不到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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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潰啊 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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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是四分之一的機率 撞進四五分之一的機率 我有武器啊 我還選一把新武器的樣子 競技場現在真的 好牌跟讓牌距離又更大 跟一小鄉什麼關係 誰是一小鄉 嗯 飛刀手我竟然有選到飛刀手 這應該可以交了兩個 不 靠北喔 靠北喔 我可以到旁邊玩殺了 人品不佳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三小啦 他正好不解這一隻喔 正好不解這一隻 最多忍出兩隻手下 所以應該是草放跟這一隻 哇靠多難中啊 五分之二啊 五分之二的確蠻低的啊 我剛剛是 剛剛好像也是 好吧這樣講的感覺是坦然多了 五分之二乘以二的話是五分之四 所以我有0.8的獲燃率 會中 我覺得這張應該也GG了 這手牌亮了 可是有三張是非常明顯 還有兩張是非常明顯 可是英雄的差別就是千差必別 GG 我們可以出場啊 13 嘲諷嘲可能會活下來 13 15 16 你不是開了嗎 你要等五級的人才能開是不是 好啦醫生出場 撒完還是廢物 應該說會變得更廢了 撒完變得更廢了 可是我滿心期待 我選一個超酷的武器啊 我沒有嗎 我沒有選那把超酷武器 哇這卡包變小欸 30金喔 所以我只花120而已 還行啊 所以現在也可以拿到經典了 是水級的 現在感覺超多人在開卡包 好,我50包等之後再開 再多玩幾場競技場看看 我想玩看獵人 德魯應該也是蠻不錯的 我覺得裝甲戰馬還是蠻爛的啊 不過至少他有可能會衝鋒 不衝鋒的話是體質超差的 正常兩費走下 邪惡調遜者 火碎 富有方機械加1加1 火費的5 是機械 確認應該是比較好用 聚魔 野獸 殺命令 神魯蛇月狙 職王子OP 強力射擊 這是A1啊 讚讚 三張亂牌 石膚石像鬼 鐵魯寶吧 鐵魯寶至少可以打臉打一滴 天啊 這個窩谷勇士感覺就是渣 木谷勇士是渣 聚魔兔之王 聚魔充之王 聚魔兜之王 聚魔充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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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分技真的OP啊,超強耶 突發 潛星聖盾其實也蠻不錯的 基本上寶珍一定會活著啊 烈焰火炮都殺不死他 其實肉身殭屍 肉身殭屍應該 如果要照分數來選,應該選肉身殭屍 肉身殭屍應該是最高的 五費的五六 哇,而且這是空白的耶 我已經有兩張之王者了 好吧,選個大怪 理論上他應該要是一張好牌 炸彈克好了 雙行 雙行 補一些後牌,擊殺命令 我是選太快啊 射雙行 射雙行 選張肉身好了 動物夥伴 獲得加一生命 這張好像不錯耶 可是跟擊殺命令比的話 可是我們兩費手下好像不太夠,只有四張 哇 哇,哪來這麼多之王者啊 我今天是中什麼千韻嗎 選張大怪好了 這局限超詭異的 可以 我可以選到四張五還五張之王者 哼哼,一定超有趣 其實沒選到什麼新卡 我看一下 有這個中衛 這中衛 這中衛 之前用過應該不錯 強力射擊 超猛 然後 靜末 裝甲戰馬 寫重有很多 然後這個角鬥士 其實三張左右而已 嗯 誰是一小箱啊 這是你自掌 這是你自掌 狩獵開始了 有這好 對面是法師 哦,分抽 你之前有去看他台吧 對,我之前有去看他的台 我想起來 有吧 是嗎 我覺得網路為什麼不給力啊 哇,現在網路超差的 發生什麼事啊 嘿咻 怎麼好像都選到舊卡 呵呵 我覺得新卡好像不太要給力 呵呵 新卡有一部分感覺就是來戳的 呵呵 哦,這張還不錯 可是他這樣 這樣其實很憨 就他應該要出的時候 順便用英雄能力之類的吧 把這樣當一個三二出其實還蠻虧的 感覺 感覺 可是有去的卡還都有稀有度啊 所以基本上競技場反正就不難移動 海翔喔 暗手之王 這樣競技場節奏應該是變慢 因為爛卡變多了 所以大牌的重要性應該變高 更多之王者 進場節奏變慢應該是好事 咳 不賭人品嗎 不賭人品嗎 決定不賭人品 剛剛我人品不太好 嗯 新牌只有一百多張 舊牌應該有 三百張 所以選到 新牌的機率應該算是四分之一左右 看這張 把你冰起來 超能爆 我竹子戀了 你卻要獵我 嗯 嗯 聰明寶 我們有許多密 這也能康 我這也能康 無所不康啊 是密射擊 我可以解到這兩隻欸 這樣比較好嗎 好像比較好 因為如果這個是複製的話 這不是複製 是法反嗎 如果是法反的話 有點想用這個先撤 應該十字八有複製 呃那個鏡像 我這個想要有抽牌的效果 所以他應該會是我最後一張出的牌 哇 不科學啊 為什麼你選到烈焰 不科學啊 為什麼你選到烈焰 不科學啊 為什麼你選到烈焰 炸彈科 我現在好像三個目標 有一 特技目標 找到兩下 六次 嚇合對手 英雄能力 要再消耗無限的法力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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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合在啊 可是我這樣賺 這樣交換怎樣都賺了 看我只剩打臉一圖了 哼 對面是挺衝動的 喔 原來打算這樣子 神卡啊 不出這張是因為這個會被這個爽換 雖然現在這個也會被這個爽換 我會這樣這個就會火下來 所以搞不好其實我應該出這張 該不會火球吧 很不科學啦 好 誓示證明法師還是最強勢 法師普卡還是太強 好可愛 演賽進一場見解面 感覺這一副是完全看知王者的意思 神秘奇傑克曼儀斯 傑森 誰啊 現在基本上他可以 比我先下個三顆手蝦 這樣為什麼 這張真的蠻廢的 他不解這一隻誒 ? 我 就 打 我要 我 這樣應該是對 他不解那隻讓我換到一個稍微比較好的手下 原來只能換一個21,變成換一個22 很執著耶 好吧,輸了 肥海海怪 因為如果贏的話他會亮起來 就代表可以攻擊 這是野獸 3-5一半的時候帶衝鋒 裸下這隻喔 牠牌是有多卡 我應該要出音小弓 我應該要出音小弓 我一張秘密都沒有 我兩個屁股 不要撞吧 哈哈哈哈 雖然感覺有些人是 就全部都是舊牌的感覺 這個Quality 不是吧,這捏解掉 直接暗殺 這樣還可以接受 七肥 七肥 八肥的話可以 要嘛就是直接一個超人騰克 不然你動我半裝的方式吧 直接悶累隻 這樣還蠻好啊 這樣代表他沒有辦法處理這種東西 往好的那方命傷 我也被衝得亂七八糟 好耶 9-1 GO 哼哼哼 哼哼哼 哇喔 狗狗耶 很厲害 iskasen 闖尖閃 他可以過這個嘲諷,沒有關係 這裡打一場就睡了 感覺好像差不多 但有些牌是Rank會很高 因為基地的能力很好 像是科多獸 假設科多獸可以一直活的話 科多獸超強 而且尼斯科都說要能夠一直活 這張牌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這張 其中一張 最好的應該是這一張 他如果抽到 他如果 幻想到這張拉箱 你就可以用錢避除 怎樣喔 前邊控函機 也有可能是這一張 這張 給他換掉 不錯 現在沒有野獸了 骨位中 骨位中尾 那個兩費是 數一數二爛的兩費 像這張應該就是還不錯的兩費手下 因為大分 經常到後期的時候 一定會用 多餘的魔力來進行那個 英雄的那個動作 好 防個神經病 18 11 不 有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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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選大贏狂爛 我要選人 然後 感覺還不知道要急 幫手本來超多 對 我要考虑一下 升空炸彈 Quality挺高的啊 野獸 前進聖盾 價值到底有多高啊 好難估計喔 他應該還是要解我4-3才對啊 不過我死聲會先出來 還蠻討厭的 他打我6 中槍 這樣其實我原先就贏了 來試試看 看他牌裡面到底有什麼牌 我又輸了 焦牌 開始有點有趣的感覺 好啦今天就先開到這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短暫的陪伴 好 黃眼毛去睡覺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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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